正方T主教授Dima 書園 樊科黎 寶南 六八週年 李小平 記憶 現在讓我介紹雙方別人 正方主名為楊欣欣 第一副別人 梁希臉 第二副別人 黃建樂 寶南 而這副別人 梁希臉 寶南 第一副別人 梁希臉 寶南 第一副別人 梁希臉 第二副別人 黃河一 寶南 而建議為方偉先 黃河一 寶南 我們很高興請到新偉平到內今場賽事平坑 她的分別為 華英中學別人 梁希臉小姐 韓ה答 會資中學別人 林祥瑞先生 謝謝 本場比賽分主辯、公辯、一副、二副、自由結辯及結辯的環節 發電時間在4、3、3、4公辯直圍平方兩分鐘 自由電話直圍平方三分鐘 每次發電時間已出前30秒會有鈴鐺提示 夠鐘則會有鈴鐺提示 超時10秒將會連鈴鐺幾下 詳細的暢規也之前已合佈給各超重學校 掌控雙風的出生 好的話,現在清醒正方主便發電 你有4分鐘的發電時間準備好遲鈴鐺試試 謝謝 還有各位大家好,先從定義出發 派錢措施指的是政府透過工廠向市民直接派發金錢 以横負於盲和市民分享經濟成果 例子包裹11年的6,000元計劃 以及本年度的4,000元關內容量計劃 派錢從來的人都開心 多了幾千元沒有人會不上 但問題在於公帑的運用是否用得其所 因此,可能今天便是 絕對不能單純從民粹上出發 也需要緊貼財政預算案一半的角色 以及政府運用公帑的原則 作為一個負責任的政府 收稅之後便應兼負財富再分配的角色 推行任何牽涉公帑運用政策 需以大眾利益作為依歸 需要有針對性,而且對社會建設有利 所以在行公糧值的制裁原則下 政府正是應該推行成本效益高 而且必要的政策 加上,面對未來人口怒化 加劇、社風依連開支不斷 在資源這麼有限的情況下 政府便更加應該審慎理睬 因此只要政策的成效成宜 甚至無效 政府便不再應該花一分一熟在該政策身上 否則只是浪費公帑 而要衡量變題 便需要審視派遣措施 能否配合政府理財事 行公糧值的原則 以及符合政府確認 還有各位,值得注意的是 若方要反正變題 不單只有責任論證 派遣措施有實質演訣的成效 更加需要清晰地交代 政府到底在什麼時候 應該再有派遣措施 如果不能夠,便便應答應 而有方贊成變題 原因有二 一、成本效益不負 違反公帑運用原則 正如上面所言 運用公帑必須行公糧證 成本效益相符的政策 才繼續應該去做 但派遣措施 成本高 成效未明 有為公帑運用原則 預算案就不應該再有派遣措施 成本而言 以六千元計劃為例 一次過百貨大約370億 佔當年的總開支10% 就連有一定審查資格的關外共享計劃 亦套用超過110億 再加上3億的行政費用成本高岡 但高岡的成本 只是活力不清不楚的成效 可以分兩類市民分息 中產富有階層而言 派遣措施對收入不非的他們說 並無任何實質幫助 無法為他們身本作出改變 低下階層而言 由於只是一次性的措施 因此就連特首林鄭月娥自己都承認 派遣效果只是痰花一現 厭缺針對性 而其實派遣措施 不僅幫助市民 在經濟上更是毫無得益 根據總計劃的數字 一一年一年的私人消費開支 只是上升了90億 用370億的公帑來管理90億 有可能覺得這樣都叫成本效益相稱 還是派遣有助中產 富有階層改善他們的生活質素呢 而派遣未有基礎存在更加選擇 對於派遣措施成本效益極低 因此坊間對於派遣措施營良爭議 在行公領值的本質下 就不應該繼續推行 相反 韓約政府將同一筆資源放在更有利社會建設 一隻貧之遊客的措施更能急市民所急 說服社會問題 就以一一年到千元計劃為例 運用工廠超過370億 但如果將這一筆資源投放在公屋政策身上 已經可以興建超過42,000個單位 滿足未來10年的公屋需求 放在醫療政策之上 可以支援多45年的醫療圈額外發放多1,000元 放在勞工政策之上 可以支援強積金對沖補貼多25年 這些政策通通都比起派遣更有公式 對提高市民生活質素更為有效 加上面對未來社會建構大型的挑戰 政府理應積積防機 及組織棄成員公帑 而不是安於現狀 但現役不公性就迷負於慢 此舉只會令未來人能夠動 今晚進一步更少 難以應付人口老闆等問題 最後想問楊光 同不同意政府運用公帑的人 需要合工兩席 多謝各位 請找主編發言 時間為4分3秒 超前公主求分 現在請凡方主便發言 你進一位時間4分鐘 準備有請求請示意 大家好,今天的面題有三個關鍵的字眼 可惜有關和我一直含無期前又輕輕大過 令到今集的面臨失銷 第一,究竟甚麼是派遣措施呢? 有方只是同意增增盲實程度的6000元和4000元 兩次派遣措施太過合襲了 其實好像基層學生,即是2500元 它既是現今又是因為有盈餘而派發的一次聽措施 在原來的遠景裏面當然是派遣措施 如果它是派遣措施的話 今天有方同學是否反對意識 是否認爲意識不是應該派的呢? 另一個更關鍵的三個字 有方完全沒有再提交 是不應在,是甚麼意思呢? 即是現在不派,將來也不會再派 身身細細都不會再考慮這個政策的實行 而有方的難度入起,是怎樣的缺陷 其實我方也承認的,政府在前兩次派遣措施 的確是不理想 但失敗的施政等不等於一個措施本質上的失敗呢? 今天有方如果是因為施政的失敗 而希望斬腳趾被沙蟲和一個好的做法呢? 而且今天有方其實是假對立的 他說現在派遣措施和現在的民生政策對立 因為現在資源有限 但如果資源有限的話 不是應該由一些沒那麼重要的政策的措施去調配呢? 例如我們可以不美化工廁 又不美化,又不翻身這個電單 又不去花生外國公園 其實這些都可以拿到資源的 為甚麼我們不拿這些資源,反而要拿派這些資源呢? 而今天有方其實就是注重在公共理財原則鬥 不知道預算我是甚麼? 不如我問大家一個問題 有沒有想到為甚麼每年的預算案一定是遲過施政報告呢? 其實就是因為財政預算案的本質 是滿足政府的施政方針 而我方也會再作補充 雖然我們沒有水滴投資 不知道10年後誰做特首 但無關以來社會對特區政府的管制要求 必須有基本的控制 所以我方現在就提出 都未來香港最少出現以下三種的社會情況 預算案就應該要派遣 第一,在急市民所急 好像社會發生大災難的時候 我們需要急市民所急 是首任特首董建來的管制根據 在社會災難時的派遣 是可以起到政府和市民共同時間 和安撫民心的效果 看上去的山竹 哄花出來住戶,玻璃被吹爆 紅燈大廈,假天花又倒塌 市民怕在停車場的高低車 還被漲漲破爛 市民財物損失之餘 還可能因為交通大混亂 上班時到沒有提供貼篇 現在只不過是山竹 天文台台獎狼超英都提出 未來一定會見到更強的超級颱風 如果下年有一個超級颱風 把波羅打過來 撲開村,單止水磋和滿地坡 還有兩棟樓是垃圾的計算 在這些時候政府不通 就不應該馬上派遣給市民 來看見政府共渡時間的原則嗎 第二就是和市民同行 就好像我們現有的特首林鄭月娥 競選口號一樣 當我們錄得巨額的贏言 就應該還負於民派遣被安撫人士 看見公平公義的關戶原則 當然我不是說在赤事預算下都要派遣 但是當我們要住房水磋的時候 我們是否應該和他們一起分享這個經濟成果 還富於民和他們一起同行呢 第三,為市民齊心 尤其在社會動作的時候 派遣可以改善社會氣氛 為政府解決實事的問題 而齊心正正在上任行政長都涼山突出的 解決實事的誤華 同時還可以爭取時間和空間 可見他的社會效應 主席評判有方同學 請容許我再重複提醒一次 今天有方同學的責任 是在於林鄭身身細細 正特區政府都不應該再太前 而他們都要領域以上參與的情況 是不會再出現的 如果他領域不了的話 就要說為何要領域以上的情況 實施這個法規的未來 我以為應該是值得的 各位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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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 情況可以自行決定是否靠分 整合雙方對公面兩者採證的問題 請人們注意填寫公面分子的時候 先特別留意填寫的次序 特別是反方的分子 第一格是依照發言次序來回答的分數 而第二格才是發言的分數 好 現在先請正方派出一位面圓在公面 請 正方公面開始留意公面的時間 反方派出一位面圓在公面的地方 不是 她知道是選擇 對 她是選擇 對 她是選擇 對 她是選擇 好 正方公面的時間開始 有兩分鐘的時間 想問有方法 你覺得凡是政府給現金市民 就叫做用戒指措施呢 但是是要有盟能的時候 他有盟能力去派的時候就算了 為什麼要有盟能的時候才算 因為他有盟能力去派 所以其實有方解釋不到 為什麼有盟能力去派遣措施 其實有方的論點就是 覺得有現金 政府給現金市民就叫做派遣措施 或者有方邏輯 政府出糧給公務員 是不是叫做派遣措施 不是 有方覺得不是 所以有方一方面覺得 給現金這個動作叫做派遣措施 第一方面其實派遣措施 被公務員給出糧 他們都覺得他不為派遣措施 有方自須麻煩 其實今天審次面提 絕對不可以 好像有方假光聞身意 覺得派遣措施 只是單純一個給現金的動作 所以想問有方成本效益 你承認不承認 政府推出任何政策 都必須行工糧值呢 需要 有方覺得需要行工糧值 成本效益相同的意思 是不是政府用多少錢 就要賺多少錢回來 不是 是甚麼 那是他達到一定的社會效益 譬如他可以用一筆錢 有方不是覺得 之前兩次派遣做派遣 我覺得他那兩次派遣 是發得不理想的 是有方覺得不理想 你的方案要怎樣改 我認為他可以根據我方的 那三個情況 例如當是發生天災 有方說是根據那三個情況 何時才會有那三個情況 可不可以有方精神交代 有方婆 你知不知道你現在的論教 就是跟我說 有方交代不到何時才會有派遣 不符合國康主任 一開始講的標準 就是有方問一方效益 你說在天災的時候派遣 好像山竹一樣 你覺得在山竹派遣給市民好些 直接起床一些 維修一些工程好些 我想表達的一件事 就是當災一個人在禁止的時候 你覺得比較重 就是在災難的時候 在災難的時候不起床 正方終於時間連見 接著來弄到雅光在公面 下方正的自由發出人 請要自由選擇正方一位便員接受 Eller未裏便會 請要izo so 正方秉 Ton 蘇 одного 有方同學 你知不知道不英在的領意是甚麼 ssä crying 不好意思 不應載的定義是甚麼 不應載 是呀 變題中的不應載 不知了 那是甚麼 就是不應該載 即是心心細細都不應該載 那你明白就好了 我想問 如果根據你們的方法立場 那是否即是香港特首 政府是否心心細細都不可以再派錢 是的 那你怎麽用在我方法的情況下 派錢也不是一個好方法 因為它不符合 就是很穩定的公討 就是公學憑證這個標準 你的標準是甚麼 是公糧食 即是甚麼 即是說你做一件事 首先你符合成本效益 甚麼叫成本效益 即是說你做一個 那為什麽我們還沒有成本效益 你在社會追壓的時候 那想事萬所急 為什麽沒有社會效益 為什麽我們有社會 當我們有充足的盈餘時 我們還富於民 當我們社會動盪 我們安撫民心 為什麽又沒有社會效益 請即是大方 我方見不到有效益 有方見你論證為什麽沒有效益 不是你見 有方應該是因為有方論證為什麽有效益 現在是你反對我們的標準 不應該是你論證 好 既然又通常我論證不了 那我明白 因為我實在是你論證不了 那我想問下一條 那你認為盈餘是甚麼 盈餘是多出來的錢 沒錯 盈餘是多出來的錢 那是沒有用途的 那我認為盈餘不是有用途的 盈餘是擺在那裡的錢 好像你媽媽給了你三 不是 給了你一刻才是 兩方公便時間完結 再公便環節結束 能夠正方第一副片的卡片 下三分鐘是第一時間 準備要三間線紙 還有各位 大家好 既然有方主便和公便的環節 有方根本都同意 制定預算案的時候 其實必須為每項政策行公量證 因而政府只有責任投放納稅人的金錢 在成本效益相符的項目之上 如果沒有誠項或成儀的項目 政府就不應該繼續做 第二方不知意上理財的原則 依然沒有這樣反對面題 幫我同意下兩條問題的心思有方的論證 第一 有方有甚麼原因去支持 預算案可以再有派遣措施呢 有方就覺得政府的盈餘充足 應該橫富於民與市民同行 但過去十年每年財政預算案都有盈餘 代表政府應該過去每年都應該要派呢 是不是有正盈餘就要派呢 有方就說面對著庫房水浸就要派 有方如果界定盈餘 何時才叫水浸 何時叫骨粥呢 將來何時又可以再有派遣措施 有方需要交到自己的方案 清楚展出何時應該再有派遣措施 否則就不可以反正變態 其次有方就說在大災難的時候才派遣 首先有方說大災難只是舉了山竹颱風的例子 今天有方說經濟單位算不算是大災難呢 如果會面對著例如水浸 水浸這些全部都是大災難呢 有方說需要解釋它的定義 再加上今天派遣的懸疑 在於有盈餘的時候 和市民分享經濟成果 並不像有方口中所說的流曲的救濟市民 正在討論在變態的範圍之內 就算它一步當真是可以用來救濟市民的時候 今天這筆錢是要派給市民 令到它們不知可以幫助自己做些什麼時候 為何今天政府不是因為資料和維修 維修一些機件和交通的配套 重整社會的秩序呢 第二有方說可不可以論證到過往的派遣措施有效呢 其實今天有方也承認過往的派遣措施不理想 但又怎麽改呢 有方說是零交代的 所以不妨審視一下過去兩個計劃的状態 第一個是2011年的6,000元計劃 計劃容許只要年額18歲的香港永久性居民 就可以拿取涉及超過370億的公帑 但經濟上戶內的只是91億的私人消費開支 成本在不相情有康也無回答過 民心方面 派遣對社會一大碗的富有中產階層零幫助 對低下階層而言真正受惠 真正提升到生活質素的游資有多少個 因此立法會議員郭榮坑也指出 不服公帑運用原則 反問郭榮坑用大量的公帑 推行一個不知幫到多少人的政策 不是都要合乎民工量值呢? 其次就是 所以政府都好像有公帑那麽說 知道沒有條件派錢有問題 裡面將範圍收窄變成半年度的4,000元計劃 的確範圍收窄所發的公帑都轉上一次少了 但問題是在於需要包辦額外的 3億聘請人手進行審查機制 因此中大商業的客席黨支線任名都指出 4,000元計劃受惠範圍少 利署有限 因此郭榮坑你今天想收位 你覺得範圍上窄一些成果會低 還是成果會高 成果高高於成果都沒問題呢? 所以請問郭榮坑 今天370億 放在公公好地派出去坐位 誰更加用得其所呢? 多謝各位 正多謝 我們未來市內314億 沒有超時 不需要投資 還不需要投資 當然 真的 三方正有婦已發言,你有三分鐘的發言時間,準備擦一項時間 這支評判在右邊,大家好 有方方面發言聽聞質素 其實很難發言 我方和有方已達成一個共識 就是財政預算案派錢其實是做到今時民所及的 有方方問我們何時要派錢 其實我們就說不一定是贏餘才要派錢 當你遇到天災有這個需要的時候 就算沒有贏餘 都應該是其他的 我們說可能是公司那6億 或者是電燈那2億那裡調過來 去做一些比較緊急的派錢 先去舒緩現在的困難 有方同學我也非常欣賞你問我們這條問題 因為你思考了贏餘多少的時候應該派錢 證明了你也贊成應該要派錢 有方同學的標準其實是非常之智商矛盾 你說這個財政預算案其實要有針對性 我想問陳流波那4000有針對性的派錢 算不算是有針對性的政策 有方同學又說 其實今天的面題 如果你們有認真計過條數就會發現 第一次增進盟派錢 其實每個平均行政費不到20元 第二次我們陳流波派錢 其實每個平均行政費是100元 換來和市民共渡時間 安撫民心的作用 難道是沒有成本效益 你一天都在強調成本效益 還要在否定政府有進步的空間 何況其實政府是會經一次獎一次 我相信經行政費用是有辦法可以救低的 這個絕對不是有方同學將它作為不再派錢的原因 除非有同學可以論證 我們不可能找到省錢去折散這個派錢開支的辦法 其次有同學其實今天是有不正當的預設的謀言 你們就說派錢比其他的財政預設 其實更有成本效益 但我想問有同學你們的定義在哪裏 你都沒怎麼論證到為什麼其他的政策比 派錢舒緩民權方面更有成本效益 有同學你們是不是有絕叮噹的預測眼球 知道如果今年昨天幫我派錢 那他的錢就會放在其他社福的事務上 就讓你們解釋一下 還是你們被自己的成員蒙蔽了 派錢就是搶奪其他社福的政策資源 為什麼兩件事不可以同時一起做呢 再看看 其實不知有方同評判有沒有發現 近來的這個天氣反常 10月份就已經有這個酷熱天氣警告 近來又出現了半個世紀以來西北太平洋的二月最強暴風 看來香港的這個風雲變色一事是鐵岸立法 連前天文台台長周英都說 其實超級颱風是會越來越多 將來遇到這些災難的時候 難道政府則不應該派錢給市民嗎 再看看年三年三次政府沒有派錢 加上亡臟死者 他們等死者可以死得咬的但沒有錢 現在有病的人要長期治療 但政府沒有派錢 當文物療傷肚子生肚子生肚子 公司沒有收益 失業的時候 就連留在家也要擔心有沒有錢換水管 人生黃黃 遇上這個社會災難的時候 市民又如何一個個一個市民 去行為他們的商量多少 所以唯有無需要複雜的這個審批的財政 派錢的政策 才可以解決到市民的顏比之急 表達政府和我們共度時間的決心 有這個成果態 已經做到董達老闆所說的急事運所急 多謝各位 我幫你一副議員發言時間為3分14秒 超時不需求婚 接下來我們是正方議員發言 有3分議員發言時間 準備一個可以解釋一下 各位大家好 有三個副議員有副名男論 一個副標準分清 我方一副清晰交代 日本的再有派錢措施 標準是在於政策本身是否成本效益相稱 有方同意 也當我方引用過去兩次派錢 只副兩次都成本高、效益低 有方偏偏反對 雖然各位聽得非常清楚 付出的是370億 登獎只有90億 難道這樣不是成本高、效益低嗎 所以當我方問到有方派錢的標準是甚麼 何時可以再有派錢措施 有方便說有益儒就可以派 有方便是正正同意盈儒的標準是甚麼 也反對不到 所以結論就是 有方身為有方 未能盡好自己反正面提 但又不標準也不知不錯 第二個錯就是原因不明 有方今天反對的面提是原因 同性不明不白 我方也只有兩個不同 第一有方那些叫橫負於民 千萬論有方已經論正不到橫負於民的標準 現在按著你的邏輯 要橫負於民 要幫有錢中產 為何要做的不是加大免稅額呢 要幫同人 為何要做的不是加錢進去中門 如果有方要做到想幫Amazon 更加撥錢進去關內基金 同樣可以幫到他們 甚至橫負於民背後的邏輯 亦都是要財富再分配 即是將所得的稅收 針對有需要的人再橫負於民 所以有方沒有再提一半不提一半 反問有方 如果你們覺得派遣這麼好 那是不是長期以後 什麼政策都不用直接股量派遣 那就是做理想的規劃 第二 你覺得派遣可以應付到大災難 但災難大家都明白到 即是意外 意外即是意料之外 有方自己主便都知道 自己沒有水之後 沒得預知到未來 那是如何可以預知到 一些未知出現的事件 例如三週 或者你所說的自營的SARS 即是怎樣去將這些錢去付下去 未來的災難應對措施 又怎樣可以付下去 上一年度已經制定好的財政預算案 更重要的是 要整頓社會 為何政府不是要用錢處理 例如山竹所出現的嵌樹 恢復交通 為何是派遣給市民 有方看緊急情況 將錢派給市民 可以怎樣整頓社會 第三個錯 知錯不改 有方知道過去兩次派遣做錯 但偏偏不改 澳門先來可換 他們定期派遣 是澳門市民開心叫好 萬一剎辣的快樂 即是換來澳門政府 只用派遣的科式 隱蔽自民白口 反而不去解決日久的民生問題 陷入科性循環 有方是否希望香港 面對香港 澳門呢 與此同時 台政資源有限大家都知道 未來人口老化 稅收大減 開支大增 大家都明白 我方亦並非手材 並非輪式1分1號 而希望未來有限的資源 更加應該用得其所 可以用得更新 所以我方指出 370億的開支足以解決 未來10年的主要需求 一方零回應 370億足以填補 未來兩年的大專資 就何謂有開支 原來當這370億 可以做到這麼多慰問 有共識 有基礎 一直行之有效的政策 要將重要的資源 放在一個成效不明的政策身上 你這樣就是有方所理解的 合得其所呢 都是各位 請緊急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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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急 三分鐘的提示時間 請給我小提示 再在各位 我一直期望有創能夠正面回應我方的提問 和針對變題最早都很久 但工作又等 我都很深刻 一開始我方開面從本質上解釋了預算案 是為了滿足政府的施政理念 到一副我方再從公共地裁員則講 並且提醒有方緊急不應再三個字的行業 但是有方都沒有正面回應 不停抱著不明白 不理解 不理會的態度 不過有方的嘛 又怎知道那麼少 剛剛有方跟不停就說了 無效益 其實我們派遣是根據施政理念來派的 就好像董爸爸所說的急市民所今 就是在一些社會將難為三次 生俱發等等 派遣給市民一個安心 一個安全 而且在例如在林鄭月娥說的 有巨額盈餘的情況下 就我們要做到跟市民同行 跟他們分享經濟成果 環負於敏 不過有方同學就不停說了 前兩次派遣都不理想 不過不要忘記其實這個 只是政府第一次全民派遣 以及第一次針對性派遣 政府是還有改善空間的 他可以經一試掌一試 希望有方同學 不要再提死香港政府 還有 今天我們討論的 不是俄方說的 不是可不可能出現俄方說的三種情況 因為始終那些都是意料之外的情況 而是在出現這三種情況下 派遣不派遣 俄方的納度很簡單 就是從一個負責任的政府的施政理念出發 社會若出現三種情況下 方主辯和一副廣告的三種情況 就應該啟動派遣 但是總共有之一日 政府錄一句啞盈語的時候 同時派遣被AMMO人士 並不是體現了公平公義的原則 難道是有空的追求嗎 事實上AMMO這一類型的革新階層 它不是窮到跌落 谷利網 但是退差一響 減利得稅都沒有 他們本幾乎都是每年預算案的輸 但是他們一樣都是有社會貢獻的 但是藥峰又說 不理他仍然有多少 永不派遣的公平公義 那我怎樣體現特首林鄭 原來的施政理念與民同行呢 最後藥峰同學 我希望你正面地回應我們 不應再提供詞的定義 多謝各位 謝謝 凡方第二負面發言時代 兩分30秒 超時不速口風 現在終於進入自由避難環節 雙方距有三分鐘的一半時間 當某方發言時間中 我本人 我終於宣布第一方自己的時間 而某方可以自由拍出一位 或多位避難發言 而每一面都必須在苦難節內發言 當本人的苦難節結束之後 作成人士 如果有發言便願從未發言的話 該便願所屬的一方 將會被捕來平均靠著緩分 請問雙方對上是沒有問題 如果沒有問題的話 自由避難環節開始 請正方先派出一位便願發言 請問雙方有三個標準 至江市與市民同學 你標準 問雙方之前有盈餘 派錢370億多少還是少 有方同學嗎 現在派錢 我也知道370億是很多 但我們要看看要派到多少個人 612萬人受惠 你覺得這些不是幫到市民 你考慮我先生說移民為本 你現在做的是甚麼 成本效益有方同學 你這樣算不算負責任 我想問問你 你是這樣說 現在我們要成本效益 我想問問你 你現在起公國要起多久 方同學知道今天要符合成本效益 所以問有方同學一次 成本效益 今天派市民派了那麼多 你問到甚麼 有方同學現在是政府派錢 市民拿著這筆錢 想做甚麼就是做甚麼 有方同學 我想問問你 你現在在公國考慮市民口 你的成本效益 我問你 現在我問你 現在移為權利 我想問你做到甚麼 有方同學 沒有再說大家 標準是 我們現在討論第二個標準 所以有方說 派了筆錢給市民 一位市民可以做甚麼就做甚麼 他們是否可以拿去吃自助餐 可以去旅客 有方同學 你今天要論證 我們那三個人 為甚麼出現我們那三個狀況 你為甚麼是不做這個政策 所以你不可以說 我現在不是跟你說第一個標準 我不是說第二個標準 是你方要回應我們的標準 所以你這條文才會成立的 有方說 是否發生意為免 你現在是否政府派六千元給我 我可以知道這個問題 他起碼可以去自助餐 是否更加成本效益 你是不是可以立即起到很高 就是兩點主 方同學冷靜一點 我們看到現在 你去和市民同行全部派錢的時候 城下你哪有方同學都聽過數字 有方同學 我們從開面開始就說 你有沒有聽過 城本我們現在有甚麼效益 我們現在跟市民同行 現在我們由市民所周 現在遇到災害的時候 我們可以直接幫到他 現在我們同行他 同行他 政府是同行他 而你現在都說甚麼 成本效益有方同學 你有沒有人性 政府應該有一個責任 就是他以物為本 自己都說了 現在口號先生說 城本體有何同學 究竟是責任嗎 有可能稍後 沒有人性 但是政府派六千元給我 有得住的地方 幫人開心 但是政府要做的 要做事 如果住的地方 不是他付錢去贈債 政府和人理就錯了 那其實兩件事 為何不一起做呢 當政府有能力的時候 為何他們不可以繼續 有城本體 要派錢 又有功能理所說 可能要很長時間 很長時間 很長時間才會見到 有幾起樓的東西 不是 就是面對著今天 將這筆的營養 拿去派錢的時候 但是這筆錢 可以放在公屋 放在更多真正的市民 所需的情況之下 有方同學 今天都說過派錢的成果 所以請問一下 請問一下 請問一下 請問一下簡單的問題 至於今天將 2011年的3710億 放在對沖機率的時候 可以補貼多少年 唉 有方同學你 又假對立 都說了不派錢 不等於不會起公屋 不會在醫療方面做事 亦都不等於不會震災 我們又可以派錢 又可以震災 又可以派錢 又可以起公屋 其實 但是在政府 那個財政院室網裏面 又有另一筆錢 用來美化公司 換高級街燈 換高級街燈 學房特首和師長 一直都在找到英勢特首 如果你派了那些錢 就會等於沒有起公屋 沒有震災 這個價錢合你嗎 不如你回答我 在當發生社會災難 或者巨額疫苗的時候 派錢由市民 究竟有怎樣的罪難 會令你反對呢 我從來沒有說過 你派了錢之後 不能放在其他地方 重點是在於 你把錢放在其他地方 更能回應社會訴求 我們現在在說 你有災難的時候 有風災 政府應該震災 應該起廣天 又不是應該好像你說 被市民住走 這麼奢侈的動作分頭 有可能我相信你明白市民最需要的東西 你現在口舌聲說得 Oracle市民 我想問一下你 如果你在家被颱風吹斷了 你現在是否真的覺得 現在我覺得政府為什麼要提多些公屋 我應該不可以派錢給我 是應該做票長遠一點的 有可能是你沒有想過的 我跟你說了很多次 稱本下凹個東西 只不過是不負責任的概念 現在我想你回應 為什麼政府不應再派錢 是不再 永遠都不是太久 你不覺得我們三個情況有可能出現 而且出現之後代價 你那一塊錢會有什麼其他解決方法呢 有方說你不靜 有方說給市民給他們 給他們的房子 這就已經是鎮單工作了 有方說要錢嗎 有方同學 要不要預算我去批錢 有方說當時你生的財務催淚多 是否一直等到他再過多鎮席預算我才給錢 有方同學 有東西叫未與囚謀 你現在呢 反方的時間已經更準 現在只剩下1分20秒的時間 可以派在外面做自己的方法 準備我請你幾次 所以提起有方同學的三個標準 我剛才剛才去治療院時 跟有方同學說過同行這個標準 有方其實因為都說不到 今天派了錢之後要派多少城下有多高 有方同學第二個標準已經不時代的時候 問有方同學關於這個大災難的問題 而有方同學今天只是執著於山中台風等等這些問題 但我們要記住 其實今天330億或者更多的成本 這些可以放在福興社會 放在交通的配套 放在基建城 和其他這些比線路更加更快 就是要恢復他們的誠心的時候 今天政府派多少錢他們的城下有多少呢 有方同學其實全程都沒有論證 今天我們不是拿著成本下的這個黨戰牌去管理有方 而是成本下的這個做法 是政府一貫的用錢原則 有方同學其實今天是不可以 有方同學今天都贊成了 所以我們都贊成 政府的用錢原則 是在於成本下的貧工量證 所以面對著有方同學兩個標準都不對勁的時候 其實有方同學全場都沒有講過 第三個標準是甚麼 就是有方同學 所以有方同學今天都知道 他們三個的標準 面對著這三個情況太低的時候 其實根本就沒有幫助的時候 我們就叫這筆錢 這筆錢可以放在其他方面 更加容易更加有效地針對市民所需 真正的市民所急 多謝各位 政方的發言時間 都用每個人自由建立環節結束 現在來檢驗環節 雙方檢驗中 有一分鐘的準備時間 早速吃到這個底下 吃從大一點 不容易就休閒 吃從大一點 吃水 麥克風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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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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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